4G的时代来临了 智慧型手机呢也要呢跟着进步 号称第一款4G双卡双代手机呢 这一个酷派大神F2强力登台了 它的目标呢是要抢供5%的蓄战率 而且它的价格呢就是呢 比这个假想敌小米机来的更便宜了 只要5490元 也是其他品牌代价 手机名请注意 又有新的智慧型手机品牌 问鼎台湾 这号称第一款4G双卡双代手机 酷派大神F2强力登台 不仅有8核心处理器 还有5.5寸HD萤幕 最厉害的是韩元厂皮套价格 只要台币5490元 等于是宣告要含同样走平价路线的 小米正面开战 面对小米的竞争 面对HTC三星的低价手机的竞争 我们酷派大神F2非常有信心 用这样的价格 用这样的性能 用这样的软体去酷UI 我们绝对有信心 可以跟其他的品牌 来做一个竞争的动作 规格雷同 但价格只要别加的一半 也让酷派喊出要攻下市占5% 但是小米的威力还是不容小觑 小米4 除了创办人雷军的超高个人魅力 其二份发行的小米4 销量也桑到亮眼 再加上鸿海也在今年推出5.5寸荧幕 轻率金环绕边框的4G旗舰手机M810 这也让这块型手机进入更白热化的战果时代 记者蔡上华 微材副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